各位晚安,香港時間晚上1點,因為我今天比較忙,所以就遲了 但是這件事我覺得先說了,因為股市退市那些我可以明天說 但是這件事我就覺得有些思想性的事,現在這個時候應該值得說 這件事當然疑犯是清白的,到現在仍然,很簡單的疑犯 未定罪之前,我們都假設有沒有人是清白的 應該是,但是又有沙田民政事務專員 涉嫌幫那些賣人集團租酒店的房間被捕 涉嫌他是賣人集團的主稿之一 我不知道那宗案,他扮演什麼角色,這個要留待警方進一步調查 但是,有一件事是很肯定的 這種案不令人意外,至少我不覺得意外 原因很簡單,我還在香港那時候,我曾經在政府總部翻過工 我想我看著這些政務官的價值觀的腐敗 這件事,去到今時今日所謂的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政府沒有監察制度,結果這些案件就會越來越離譜 就沒有最瘋狂,只有更瘋狂 所以你說香港是否適合住人,當然不適合住人 肯定貪污到爆肯定,比60年代差 英國人怎樣防止貪污這件事 兩件事是要並行才行的 第一,很多人想到就是高薪養廉 高薪養廉就是我給你很高薪的工資 你就不會做糟糕的事 這是一樣的 但是高薪養廉有另一條平衡線 如果你沒有這個平衡線,高薪養廉是沒有用的 價值觀 你那個人的生活的價值觀 就是你追求你怎樣去追求 我經常覺得追求名牌就不是問題的 雖然我很少穿名牌,因為我穿不到 很簡單的,那些人問黃西澤 為什麼不穿名牌 當然如果你說西裝有兩套是好的,一定是有的 工作也好,或者出席一些商業場 永遠都有工具箱的工具 但是你問我,我會不會很常穿 不是的,因為你的身體要搭配 我又不小,又不大 你穿來就浪費了 我家裡有制衣的背景 我就知道那些衣服的價值 你知道的 你知道的,那些名牌都是OEM 合約出去的 你這個就怎樣帶大家深咬 這些東西,是不是 所以你買名牌,要不就買最頂級的 因為最頂級的那些一定是自己做的 他們的廠自己做的 你說去到二、三線那些一定是外判出去的 不用說的 它會控制你的質素 你會做依照控制 但是你說,你只要賺到這個錢 你追求那個生活享受,沒問題 但是如果你追求一些 你超越了你收入範圍的生活享受 那就是有問題 所以基本上 你見到英國的官員 是很...那些傾脆很淡薄的 喜歡看書 可能夏天過去歐洲南部度假 其實度假不貴 我說歐洲南部度假不貴 是省錢行為 因為那些地方比較物價指數低 除了陽光和海灘之外 物價指數相對低 德國人就很清楚 德國去馬來卡島 為什麼會變成德國殖民地 我們經常說這是德國的州 不如直接跟西班牙政府說 不如將馬來卡島成為德國的聯邦 即是新的聯邦就算 我經常說這種笑話 當然英國人不會同意的 因為英國人和德國人在馬來卡島 是欠曬太陽的毛巾位 用毛巾來霸位這些 互交的 全歐洲都知道 是應得之爭 但是英國的官僚 很多很淡薄 其實 看看書 很好實說 如果你喜歡這些興趣 不是一些很花錢的興趣 我告訴你 你時間不夠 但是這些錢不會用得多 例如你說 喜歡聽傳統音樂 如果現在Apple音樂這麼普及 如果你不是要聽音樂 我告訴你 你不是要聽音樂的話 說真的 Apple音樂 你一個月聽到 你不想聽到還可以 你很多你選擇 你不需要買唱片 你最多就是家裡有好一點的 你應該是一個比較好的音響設備 就算聽音樂會 除非聽很頂級 坦白說 你用得多少錢 你用得多少錢 我告訴你 真的沒有什麼 所以 因為你貼得很厲害 那些補貼很厲害 譬如你說 你聽一晚演唱會 如果你不是頂級樂團 你可能是二、三線 一般來說 最好的位置 四、五十元 如果你不是要最好的位置 你去那些比較適等的位置 二、三十元 如果老人家 退休人士 有休為二車 二、三十元 那張票 那張票包在火車票 張票包免費火車 市外火車 周火車包了 其實 包了 你用得多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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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退休人士 不用得多 如果你那些人興趣 比如行山 這些 用錢不多的 你不會有什麼問題的 你高生養鹽 就是令你過一個很不錯的生活 有尊嚴的生活 退休 這個就是 真正的 更然香港官僑的價值觀 是什麼價值觀 第一 香港這個很貴 大家就追求所謂豪宅 住在那些地方 已經用了一大堆錢 他的層次 接著那些人的興趣 什麼興趣 香港那些什麼興趣 香港 你想想 你在香港 你追求的東西 跟你在歐洲追求的東西 有什麼不同 有些人經常說 在歐洲悶 那當然悶 你覺得 除非住大城市 那些就是 你很多時候 大家 習慣了一種燈紅酒店 那種生活 在你面前 你人的面前 就是阿哥 前阿哥 後 那你個人就會被侮辱的 最後 就是這麼簡單的 你的價值觀 所以你看到那些 甚至好像去了許事人 賭錢 老大 經常要 那些事情我不明白 很多那些 如果你公務需要 你要應酬 你去馬會 你去馬會 保育員 我理解 是 因為有些 墨激 談 或者是真的要去馬會 會所 我不明白 都不是身分象徵 那麼大 這個是一個 營運 阿布里 就知道 老實說 馬會會所 是要我來做什麼的 馬會會所 並不是純粹 我來賭馬的地方 很多時候 有時候 要有一個 club 去談墨激 沒辦法 商業運作一定是這樣 沒有 這個我絕對可以理解 但是 你說公務員 你要馬會會值 做什麼 我 立刻有一個問題 你公務員 你退休之後 我覺得公務員 退休之後 就是退休 你懂得做商業 退休就是退休 你的股票 為什麼要給你這麼貴 你就是退休之後 你喜歡聽音樂會 也可以 你喜歡聽 classical music 也可以 你喜歡躲在家裡 你每天行山行 每天行一次都可以 但你不要跟我出來做生意 你退休就是退休 剛才你可以做一些義務工作 沒問題 就是你不要涉及有錢 你香港的公務員 每個人退休出來做什麼 每個人在大財團做事 大財團有一份優身厚職 不知道做什麼的工作 當然有少數 譬如曾蔭培那些 他就很厲害的 他做完一哥之後 還可以在新創建 做到行政總裁 那些是少數的 那些 那些是怎樣 因為警察的退休年紀 其實是比較早的 警察比較早退休 他們體能力也比較好 曾蔭培是少數的 但是你想想其他公務員 我想想 你現在聽信已經很厲害了 很多政府已經高滿了 你退休的時候 我想問你要這麼多錢 八十七嗎 你現在還要懷念 做公務員 做什麼 局長那些燈紅酒肉的生活 難怪整個街頭都貪污 所以你看到那個價值觀崩潰 它是令整個高心養年破工的原因 因為公務員 應該是 我不是叫他們安憑樂道 但問題就是 至少你個人過 怎樣的淡薄令人 麻煩你過得清淡一點 但就不是的 個個都怎樣 過了這麼刺激的生活 那不要再說 所以你看到就是 其實很多公務員 由許氏仁我已經看到 整個AO爛了 爛了很久 AO這個階層 不好意思 爛了很久 這個神話已經爛了 只不過就是怎樣 以往大家不是做得這麼過份 還沒過份到怎樣 去包庇 包庇這個 包庇雞鬥 那就算了 當然香港也有一個問題 香港應該是有紅燈區的 即是你應該 妓女是合法的 你就不會受這個犯對集團 所操縱 而且 你無論在這個公共衛生的防治 以至整個 整個 整個 怎樣的 城市規劃都可以得到便利 即是我不只妓女 妓男妓女也好 即是我覺得 身體自己 如果有人要 不是在人為操控的情況 即是自己決定身體前途 這件事我 很左翼你 我就 怎樣 你總之 你交了稅 做了身體檢查 職業安全有關檢查 你自己來的 我不管 我好荷蘭人 這件事我很韓國的 告訴你 你最好有一個工會 去保護你們的權益 我這件事很韓國的 我真是韓國 這方面 我就覺得 你現在就是怎樣 你現在很多政府的無謂管制 你當你的官場腐敗的時候 沒事的 你一方面 就怎樣 槍技不合法 一方面就怎樣 民政主任就變了包庇 怎樣 就涉嫌參與這些活動 是這樣的 所以 香港官場怎麼會集體庫白 以前 你這樣 英國人現代 最貪污的時候 你都沒有想過A.O.就是貪污的 A.O.混亂 大哥 真是 怎樣 還比以前五億雷Sir 如果這件事真是聚成的話 為什麼會變成五億雷Sir 價值觀崩潰 這就是中共那種毒 中共你見到的 它收買過以前 很多公務員之間的 暗馬底的關係 有幾多 幾個人都 青年 那些 如果是環保言論 我就不贊同 林超英的說法 但林超英 有一件事就是 真是事實的 他真是很清淡的 生活 清淡到不得了 這件事沒得說 你不喜歡環保主張 他這方面的整體 是受人尊重的 林超英 說真的 所以你問我 今天香港的問題 就是價值觀 毀敗 你都不知道公務員 由上而下 整個價值觀 全部都是錢 甚至你說 文化界 平均界 你說那些人 都是錢 你看熱狗 看他S的行動 看他這麼大 就明白 熱狗 最趕錢的 我認真 中國 嘛 香港官場的集體腐敗 和整個社會的集體腐敗 有關 這就是中國價值觀的污染 說真的 你其實 你應該 不要有這麼多物慾 這是很重要的 我在德國居住 有一點就是 你不需要有這麼多物慾 真的 你用什麼呢 例如我現在拍這個影片 我的Alpha 7 我的Alpha 7 大哥 2014年佔領運動 到現在 八年 那些人說 你用八年 你用八年 用不需要 還要怎樣 因為現在 它變成了我身材工具 我就是怎樣 德國人習慣 便宜買貴 貴買便宜 我買的時候買最好的 買很貴 但一用就用十年 你這樣來講 你沒什麼物慾 但是香港不是這樣 喜歡換款 什麼都要換款 什麼都要最新 最潮 你用不用 說真的 這一種文化的崩潰 所以有些國家 沒有這麼容易貪污 有些國家就很容易有貪污 這就是跟它的價值觀有得 有些國家為什麼容易有貪污 很簡單 那些人喜歡追求燈紅酒的生活 心靈空虛 心靈空虛 你想想 譬如說 有些國家比較少貪污 譬如德國和英國是相對少貪污 因為那些人 你說它悶 那些人的生活相對簡單 不會每次追求這麼刺激的東西 因為通常你追求很刺激的東西 就很容易最後貪污 其實很容易 很容易 很容易 最後你會被拒絕的 所以你問我 現在 如果你問現在 你說香港為什麼一定要回歸英治 也是這個原因 你獨立了 你那些熱狗 一定是沒有辦法管治政府 最後就是政府裡面的貪污分子 跟熱狗勾結 因為大家就齊全拿政府來貪污 你不死 還不變離三世界國家 Fail state是這樣的 我認真 為什麼會有Fail state 這就是很簡單的 你整班人 集體的政權人員 cash in 你有沒有管治能力 你說英國人 你回來才知道 就是 頭一陣 如何解僱了有問題的政府主任 如何 空幹一些 譬如 現在是英國的手足 有些可能日後是回來香港 參與管治 然後又如何 重新建立政府 制衡的問責機制 要訓練很久的 建立一個好制度容易 但是破壞 建立一個制度就很難 但是破壞就很容易 就像Rakko這樣 砌的時候很辛苦 但是被他推倒的時候 要拆的 一下子拆完 兩下拆完 拜拜 是這樣的 砌積木 人生就像砌積木一樣 政治制度 砌很難 維持要很難 但是要破壞很容易 你要有這種人身認知才行 所以你問我 為什麼英國最好直接管治 就是這樣的原因 香港的官場爛到什麼 爛到什麼地步 這個爛不是今天的爛 爛了很久 只不過現在選舉制度 沒有選舉制度就更爛 所以你問如果你有子女 你怎麼送去英國讀書 你有正確價值觀 正氣一些 那些地方 香港入口 你肯定 我不相對什麼時候有些官員 不知道幾條有幾個 又大肚子 又豬子 你看到中國有很多奇形怪 有些官 赤裸合照 不知道為什麼 遲了這些荒唐事情發生 或者你見到一些公務員 長期留年在賭場 幸好現在封我關 隨時澳門賭場 見一群政務官有沒有曲奇 價值觀變了 不准去賭場 公務員應該不准去賭場 你一去賭場 就一定有問題 因為你進去賭場 你這樣說 你有自制能力 我告訴你 馬會 給後住戶口 你都不會賭 我告訴你 我認真 好像那些人說 賭博合法會助長賭博 我心想 你不要這樣玩 賭博 賭博 如果你不是喜歡那種興奮的人 賭博 你賭兩下 就覺得沒有人 然後賭博 看球就算了 如果他們是歐洲 我想很多人 BNO visa 最大得著 就是可以經常進去 自己心愛愛隊的主場看球 近距離 真的在現場看球 喝啤酒看球 有些朋友去到英國幾開心 大哥 長場主場都看神經 他都 長場主場 都擺明買貴 買到Season Ticket 那些朋友 隨時 一什麼出奇 是這樣的 你的問題是 如果你沒有自制能力 你的價值觀已經是 偏離那些 實際上 賭球 你賭什麼都會沉迷 很多東西都會沉迷 所以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 香港人要面對一個現實 就是 所有人治港 在北京的破壞之下 北京 將那些垃圾價值觀傳入 整個社會正在負難 他說香港還能賺錢 一個這麼負難的社會 怎麼賺錢 不去玩 澳門 好像賺到錢 澳門 金玉琦來拜祟其中 我告訴你 現在澳 澳博 差很多 隨時 何鑫身帝 黃國會 一夜瓦解 我不知道 隨時會 有什麼出奇 澳門 那個不正常 社會 由價值觀 都不正常 到經濟結構 香港 我告訴你 你快要被中國這樣搞 就搞到所有事情不正常 為什麼李登輝以前說的一件事 台灣要立國 要做好心靈改革 台灣要立國 在欠什麼 除了國家的 左膠 那些問題 還有一件事 台灣人的價值觀有問題 我告訴你 要不然 怎麼會有這麼多貪腐事件 瞧瞧之前這些是什麼 和日本一糕 很高 好一點 我告訴你 但是後面有很多問題 所以你問我 為什麼要英 英國直接觀摺 你明白嗎 這件事很長時間 都挺多爽味 今晚A節到這裡 下一節 香港時間 凌晨4點左右 今天就